上个视频介绍使用竹孙的常见疑问 本视频介绍如何挑选竹孙 1.看色泽 豪品质的竹孙 应该是形体完整的 散裙没有破酸的 在室温下会呈现白偏黄的色泽 如果放入冷藏以后的颜色会比较白一些 如果外观太过于白天的话 那么这样的竹孙可能是经过漂白 如果颜色为咖啡黄的话 或是住者处有黑点或杂物浮潮 那么这样的竹孙有可能是发美了 受潮了 品质不佳不宜挑选 2.闻味道 如果是散装包装的竹孙 那么可以闻闻它的气味 高品质的竹孙 闻起来有一些来自于竹子的自然倾向 而且还带些酸香的味道 如果是添加了漂白剂的竹孙 那么闻着就会有一种刺鼻子的药水味道 或是有些商家为了这刺鼻的漂白剂味道 那么会加入过浓的香精味 总之闻起来没有一字 3.用手压 购买竹孙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手轻轻地压一些 如果木起来是干燥 而且蓬松 结实而且带有弹性的话 那么品质是比较好的 相反的 如果一压就扁塌的话 那么说明品质是比较差的 还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增强重量来提高价格 那么会将竹孙来泡浆水 如果发现竹孙酱有耳又硬又扎实的话 那么说明是泡过浆水的不良品 下个视频介绍竹孙的泡发方法